HELLO 大家好 歡迎回到新的一期溫村生活的Event 今天我們要來帶大家體驗一個 到處到處都非常受歡迎的運動 我們非常感謝Mercedes 借我們非常好開的GLE 然後你猜到是什麼運動了嗎 應該是猜對了吧 沒有錯就是Golf 越來越多人喜歡高爾夫球 不知道你是不是其中之一呢 那我們今天請到非常特別的嘉賓 他們是來自UBC的大學的校隊 他們是高爾夫球的校隊的隊員 所以我們今天想要從一個幫助一些青少年 或者是也許你家裡有孩子 你知道父母們很想了解 還有這個選項 不是只能隨便去外面自己打而已 有校隊這種選項 所以我們今天想要來了解一下 UBC大學校隊的兩位隊員們 想要知道他們整個過程是怎麼進行的呢 第一位要請到的就是Yuna 嗨 大家好我是Yuna 請問你現在是大集啊 念什麼專業跟已經打了多久的高爾夫球了呢 我今年大二然後我現在在UBC讀Business 然後我現在打球打十年 你是幾歲開始打啊 我九歲開始打 所以就十九歲了 數學還不錯吧 對 謝謝非常歡迎你 接下來我們請到第二位Sonia 哈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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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嗨Sonia 嗨我是Sonia 我今年大三 然後我打高爾夫打了十二年了 嗯你在學校是念什麼呀 我是學Kinesiology 那這個是幾歲開始先打高爾夫球的呢 呃我八歲開始 所以我們看我要來訓練一下 她是二十歲喔現在 今天就要麻煩你們兩位來跟大家分享一下 是要怎麼樣可以進入大學的高爾夫球校隊的囉 好 江青問你們什麼時候開始打球的呢 誰啟發你們打球的 嗯 我從八歲開始 然後是 我爸爸帶我去練習場 先玩一玩 我也長了 我只是變成是九歲開始打 也是我爸帶我去練習場 然後開始打 好像都是從家人開始啟發 通常都是從住民開始帶著去玩 然後慢慢出品去玩 真的所以好像如果家裡有這個興趣的 很容易就會傳給孩子嘛對不對 對 那從小開始打到大啊 你是到什麼時候才開始覺得說 欸我大學想要進校隊來打 呃 我是差不多 八九年級的時候開始想說 這是一個option 然後 我原來就是什麼運動都打 然後後來決定 專心打一個運動把它打好 哦 其他的有放棄嗎 其他 基本上都放棄了 我的話 去詳細我不太 記得不太清楚 但是我一直 就是從小就只有打高爾夫 所以那時候就是 也是可能到九十年級吧 就想說欸 有這個機會可以拿獎學金 這樣子 然後可以代表校隊 那感覺還不錯 所以誰讓你們知道 有校隊這種事情可以申請的啊 嗯 因為青少年的時候 打很多比賽 然後 比賽 有很多 嗯 同組的球員和家長 然後經常也會搞活動 就是介紹一下 大學有這些programs 所以呢 還有就是有peer influence 就是你的同學朋友 也想一起進大學 大校對 這個準備的流程大概什麼時候就要開始啊 嗯 我是建議 因為其實有 像NCA就有規定說你到 呃 不記得現在的規定是怎樣 但是 記得是九年級以前 你不能跟教練有email的網 但是通常你在九年級以前 就是可以大概先大方面想說 你想要進 拿 打系大學 就是大學強度 然後可能打球的強度之類的 然後慢慢先去找 然後等到你九年級之後 你可以開始email教練的話 你可以開始就是 一個一個寄email 像你工作頭履地那種感覺 就是你要介紹你自己說 就是那個大學的教練 對 就是直接 direct email他說 喔我是誰是誰 然後今年幾歲什麼的打球 然後給他看成績啊 然後可能會 有些是會要你的resume之類的 然後就是這樣慢慢開始 resume內容是什麼 比賽成績 然後可能高中學業成績 然後 但九年級很早欸 對 對 但是其實大家打球 打到比較前面的其實很多 都是九十年級就已經跟教練談妥了 喔 Sonia也是這樣子嗎 我比較晚一點 我應該十年級 十一年級的時候 才開始寄email 因為我覺得十一就感覺好像 就是跟一般準備大學的時間差不多了 對 我是會自己個人 因為我 那時候生氣我也是比較晚生氣 但是 蠻後也沒有早一點生氣 這樣子可能 早一點生氣有些 可能還會有更多其他機會 學校可以聯絡更多 你可以聯絡比較多 然後可以比較了解各個學校的事情 所以這個包括 所以你們剛剛講到的是 時間點跟流程 就大概是這個樣子 所以主要就是先聯繫學校 對 就是你要讓教練知道 有你這個人的存在 不然他不可能自己去找你 如果你可能那一場比賽 你可能沒有打到很前面 那他當然一定是先看說第一名是誰 那可能會比較有興趣 但是 如果你不是在很前面的話 我就會建議說 你就趕快先讓教練知道你這個人 所以我這次雖然沒打好 所以我這次雖然沒打好 所以他可能會想說 欸這個人有寄一票給我 我可能看一下 他比賽的成績怎麼樣這樣子 所以讓教練知道你的存在是第一步 那真正的 比方說 我不知道這申請的過程 或者是你要寄你的東西給他 是什麼時候啊 就是你把第一步 發給教練 然後 希望就是發給 差不多 你有一個list of schools 然後 發出去之後 你要寫你 後面的schedule 是長什麼樣 就是你可能會靠近他一點 比賽靠近他的學校 然後呢 希望他可以過來看你打 然後很多情況下 他們來看你打就是 很有機會啦 願意來看 對 就是有興趣的這樣子 然後有一個點我想要推 就是 你第一次寄Email 你就是 不能 希望說教練一定會回你 因為有些教練就是那種 他第一個Email 他不會回你 他就是想看你 他就好有to get是不是 對 他就是 他就是想要看你真的 有沒有對他這個大學 誠意 所以你可以就是 可能 可能一兩個禮拜他沒回你 你就趕快就發一個Follow out Email 說我這禮拜在哪裡比賽之類的 就是 就是盡量多發一些Email 就算他沒有回覆沒關係 他就一直看到你 一直出現在Inbox裡面 對 這樣會有更多的機會 對 那目前在做的都是讓教練 對你這個人有印象 然後你說如果有去看你比賽 就是機會很大了 那 申請的部分呢 比方說 是跟一般大學 申請時間是一樣的嗎 不一樣 申請大學還是一樣的 可是 看看學校吧 就是教練有可能可以提前幫你 把所有registration的步驟先做完 喔 然後呢 大部分都會 schedule一個official visit 要是你 嗯 很有興趣去這個學校的話 你會去學校看一下教練 然後他可以帶你看一下 校隊 球場訓練的那些地方 地方 在你們的認知當中 比方說打球的成績跟學業的成績比重 是怎麼樣分啊 也要哪一個比較好嗎 還是說都要兩個都很好 嗯 我覺得是看你 進你的大學 他對課業要求是怎麼樣 像我們就是UBC嘛 UBC就是 他對課業也比較要求一點 所以你就 可能大概 學業跟打球大概5050吧 就是兩個都不能說你 放掉一個 然後做另外的事情 就是你一定要找到一個 balance 成績不能比一般申請UBC 比方說你的科系是Business 那你能夠比一般Business的 其他人申請人 第一點點 但是你會高爾夫球 就加分這樣嗎 嗯 這個我不太勤勁 這是要看emission 他們的人是怎麼樣 但是 基本上 因為 Business 在UBC裡面是一個 比較難進的major 就是你還是 你高中的科業那些成績 還是要在一定的標準之上 對我想這應該是跟有一些 什麼真正的那種 體育大學不太一樣 因為我知道有些 什麼體育大學 他不是什麼校隊而已 他就是不太管你學業成績 就是你會運動就ok 所以UBC又有校隊 又不是這個狀態了 對 其實我覺得 比較辛苦欸 你們是很閒嗎 我很忙 真的 那你們自己覺得啊 讓 最終教練選擇你們的原因 是什麼啊 自己真的stand out的理由 嗯 我覺得就是 教練希望看到 你是一個 學習上和大學上 都很要強的一個學生 然後呢 你需要 就是憋迫地 把你的時間規劃好 哦 嗯 這些東西都是慢慢大學以後會 就是 每一年都會再進步 都會學到 對都會學到 但是一開始教練就要覺得 你至少資質是夠的這樣 對不對 嗯 因為第一你要是能進UBC 是靠你的成績 不是靠 不是靠你高爾夫 嗨 我是Chris McDonnell 的Golf Coach BBC 原因是招呼Yuna Choi 是因為她們工作了很辛苦 在我跟她們 和我一起知道 她們在每個活動 她們也有很好的 推薦 她們在CANDIGO 她們也有很好的推薦 她們在CANDIGO Sonia Tang也很棒 她們在我 在大學的Golf Club 她們也在Victoria 她們也在我跟我說 她們在Bender Bird 她們很喜歡 她們在這兩位 這就是我選擇 這兩位選擇 能夠進來以後 再申請校隊嗎 因為你們都是 一進來就是校隊 能夠反過來 比方說我先進UBC 然後你也發現 欸有校隊我來申請 這樣 有人這樣順序嗎 我們每一年 我不知道Women's Team 可是 Men's Team 她們 對有TRI-OUT 基本上這些 基本上就是你 如果真的進UBC 你真的對打去 還是可以E-mail 那個Coach 那你們兩位 現在都在校隊裡面 你們知道校隊的一共成員 有多少嗎 加起來有17個 對今年17個 男生8個女生9個 很少欸 很少欸 但是因為我們比賽 真的出 就是一場比賽出來 就只需要5個 所以我們不是像 但是球員可能會有什麼 受傷 大家時間不能配合的 一定也會有吧 所以人還是要夠多嗎 對 但是9個其實對高爾夫來人 其實就是 我覺得 多了是不是 其實算蠻充足的 就是我們跟籃球那些 比較體系那種感覺 比較不一樣 我們就是一個比較小的一個 小的一個隊這樣子 真的對啊 所以其實我本來幻想 就是校隊校隊 你知道學校人那麼多 那個隊伍應該很多 所以其實9個或8個都非常少 所以真的是非常不容易 才能夠進來的 那你們兩個自己都打 這麼久的高爾夫球啊 你們自己覺得需要哪些特質啊 我覺得天賦是挺重要的 可是呢我覺得 你的心態還有就是 永不放棄的精神是最重要的 我蠻同意的 就是 我覺得打高爾夫大概 你打到頂 就是打到比較頂尖的程度之後 其實大部分 大家球技都在那個level 就是你要stand out from other players 就是基本上就是你的心理層面 就是你有沒有上進行 然後你在打球當下你的心態 就是有沒有保持一個 No positive那種心態 就是永不放棄 因為 這些是與生俱來 還是說在邊打的過程當中 會慢慢shake你啊 我覺得兩個都有 有些人就是天生比較不會緊張 那有些人也是就是邊打 然後就會邊學到說 喔其實 我要冷靜 我要幹嘛這樣子 所以今天非常要謝謝 Sonia還有Yuna 來給大家介紹 身為大學的校隊的 你知道進入的流程啊 我覺得是 就是好像真的是要盡早規劃的一件事情 也希望在看視頻的你們 有稍微學習到些什麼 如果以後未來要往這條路上走的話嗎 就謝謝我們啦 那麼我們也想要在下一集 繼續再了解說 身為校隊他們的生活 一樣是大學生 又跟一般的大學生 會有什麼樣的不同呢 感謝你們 謝謝 謝謝 非常感謝你們這一期的收看 當然也感謝我們的贊助商 同時呢 如果你有喜歡Golf的朋友 記得把這一集的影片寄給他們看 那當然要請大家 點閱 按讚 關注 開啟小鈴鐺 我們下一期更多Golf的資訊 我們下次見囉 拜拜 很多資訊在下面 記得打開看